说人民有权利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 那这个社会可以是开放可以是不开放 但是这个民主本身就说 你要是能够自己选择自己的领导 那就算是民主 那么根据各种迹象表明 印度的这个选举制度是非常自由和公正的 而且说可以说它的这个选举的制度 它的选举委员会可以说是非常先进的 在世界上都是非常先进的 所以呢我们当然可以怀疑 这个印度这样一个民主国家 它是不是这个够开放开明 但是呢它的这个民主制度呢是不容置疑的 在另一方面中国现在是 普世认为是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那外界还指出在这个中印关系方面 中国扮演的一种比如说大国的一种 有点霸道的这样一个角色 比如说中国呢向印度出售它的商品 制成品可是呢 在另一方面阻碍印度向中国出口商品 这也导致了在印度方面这个不满 而且那个贸易赤字很大 您认为这种现象有多严重 在经济方面来讲呢 目前呢对于印度来讲是一个 这个长期存在的一个担忧 中国的这个贸易的顺差 在2001年呢是10亿美元 现在呢是200亿美元 光是仅仅是10年之后 所以呢这个贸易不但是失衡 而且呢失衡的这个差异呢也在越来越大 所以很多印度人呢认为中国 卖给他们很低端的制成品 那么那排挤了这个印度的这个制造业 所以呢这样的一种经贸上的这个摩擦 经贸上紧张关系呢是在印度来讲呢 是越来越大的关切 那但是总体来讲呢 在双边关系当中 经贸关系呢还是非常积极的 更多的问题呢还是在政治上面 像边境啊还有像是签证的问题 因为中国呢像这个印度人呢发放不同的 比如说印度公民在阿鲁纳切邦的印度公民 给他的这个签证呢是不一样的 做这个这种做法已经有很多了 后来现在呢在这个克什米尔的印度的公民呢 也有不同的签证 这呢是新的一种现象 也就是说呢 他有一次呢这个印度的有一个 克什米尔的一个将军呢想要去访问中国呢 中国拒绝发给他签证 所以他突然呢在克什米尔呢 有新的签证的一种手续 也就是说他传递给印度的一个讯息呢 就是他质疑印度对于克什米尔的这个主权 也就是说给他这个克什米尔和阿鲁纳切邦的印度公民呢 有不同的这个签证 认为他和普通的印度公民呢是不一样的 那对印度来讲呢 也就是说中国呢不尊重我们对于克什米尔的主权 认为克什米尔不是真正的这个印度的这一个 一个邦或者是他的公民不是真正的印度公民了 那么这里很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在温家宝这个访问印度的时候呢 在12月份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呢 首次没有提这一个这个签证的问题 那个印度呢是希望能够有提到这个签证的问题 而更重要一点呢呢他也没有提印度重申这个一中政策 也就是说对于台湾的问题 或者是他的一个核心的利益跟涉藏的这个核心利益呢 这个呢是过去印度呢是做过的 还有这个在台湾和西藏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呢 印度没有提这两点 不是因为说他突然质疑中国的对于西藏 或者是台湾的这个主权 好并不说他直接质疑 但是呢他创造了一种对等性的这种考虑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尊重我们对克什米尔的敏感度的话呢 那也许我们也应该重新考虑我们对于西藏和台湾的政策 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听一些听众和观众的电话 新疆的侯先生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您好 我认为这个印度和中国虽然是敬礼 但是好像两个国家缺乏这个了解和这个误会很多 比方一提到印度中国人都比较蓬富大笑 比方印度的国家比较要饭的比较多 听说在印度这个要饭的国家和中国和其他地方一些要饭的 这个人不一样 他这个像中国这些要饭的都长了这个 两眼无声 长了比较脏啊 甚至于脏心情 像印度我听说 那国家那个 那个那个很多要饭的都两眼熊熊有声 而且长了这个 比较这个健壮 比较精神饱满 所以这个印度给您感觉到确实 你看印度原来有一个电影叫大烹车在中国影响很大 自从那个电影在中国放映以后在中国农村一些地区出现了几十万个叫拉子的小名叫拉子的这个外号叫拉子的这样子的名字的这个小孩 所以说这个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大陆影响很深 所以说我觉得印度这个民族确实有些地方确实值得这个深刻的这个检讨 像当年英国占领印度听说差不到两万多人 就把将近三百万三百平方公里一个印度这个大陆就占领 我觉得这个印度民族确实在一些文化上在一些制度上确实一些存在一些烈根性 我认为印度人应该向中国学习 好 谢谢侯先生 这个侯先生听上去也是有一些这个中国这个大国主义的这些口气 我不知道您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我只能这么说呢 我去过印度 他们的药饭的人呢 和中国的这个药饭的人呢 其实很多程度上都差不多 都是非常凄惨的 就是我觉得在这里呢 说谁的这个药饭的人更好些更坏些 我觉得在这里其实也没什么好比的 他们都是挺凄惨的 好 现在我们剩下的时间还不多了 我们再来听最后一位听众的电话 安徽的宋先生您好 嗨 主持人嘉宾您好 您好 请讲 我觉得中国和印度之间 仅谈领土的争端应该没那么多大意义 因为中国和很多邻国 应该说所有的邻国都有领土争端 那现在我们就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呢 正在经济上崛起 对我们要考虑的应该是它对东亚 对这整个世界局势的影响 我觉得印度是个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一般是比较理性的 对于中国来讲 不管是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讲 和对于周边国家来讲 如果能够遏制中国这种经济膨胀 不要遏制它 就是说如果是经济上带来一种 附带着大国情绪和独裁的这种政权 对外部的外交和国际政治的负面影响的话 应该是要遏制的 好 谢谢宋先生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不多了 我想请史密斯先生给我们说 预测一下中印现在关系在好转 这样的趋势能够维持多久 这要看了 你要看这个实际地面上发生些什么 我觉得经济的这个关系 不管怎么样都会继续的发展 政治上那就要看 他们的这个冲突点矛盾点 会有在接下来几年里面会爆发 好 谢谢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 感谢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研究员 杰夫·史密斯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收听收看 和积极参与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受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的最新报道和影响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